近期 新唐人电视透过韩星5号卫星 向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信号再次遭受恶意干扰 自今年2月份 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以来 大陆民众安装卫星天线 收看新唐人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世界聚焦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变局 特别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中 多年来人权迫害的暴行和丑闻被不断曝光 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新唐人是唯一一家向中国大陆不锁马全天候播出 不受中共新闻审查的华语电视 已成为大陆民众获得真实讯息的唯一电视来源 新唐人谴责任何针对自由信息的封杀和干扰 目前正在积极寻求办法克服干扰 以确保中国大陆的民众能够自由接收真相